牙齦就是红肿去抽血 他才告诉我说 你罹患就是急性骨髓性把血症 原以为只是一般牙痛 洗牙后却血流不止 三十多岁的周小姐 被检验出罹患血癌 起初症状难以察觉 我觉得很想睡觉 然后我喝了各式各样的提升饮料 我觉得还是很累 我就觉得我是不是感冒了 正值青壮年时期 怎么也无法相信自己罹患了癌症 根据统计65岁以上长者血癌 发生率最高 其次则是40到65岁 看似老年人风险高 但患者平均年龄 却从10年前的62岁下降到59岁 显示血癌有年轻化趋势 这个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病是基因突变所造成 那是不是一些环境的影响 抽烟人口 或者是接触到一些化学相关的物质 那其实我们目前还不是很清楚 年纪轻罹患血癌 治疗方法相比老年人 有所不同 基本上年轻人 我们还是鼓励要做标准的化学治疗 做传统的化学治疗 好好做 你三四成病人一辈子就OK了 老人家没有办法承受 这么强的化学治疗 他们都会建议用这种 比较新型的标靶 那不要再给他硬打那种传统的化疗 新型药物治疗带来希望 但一颗药动辄几十万 对患者来说压力太过沉重 医师呼吁 未来将标靶药物 纳入健保给付 减轻患者负担 大约新闻中子云 邓英中台北报道